Thomas 我想繼續說說 很有趣的是你剛才說了一個例子 就是伺服器去到雲端的 例如AWS或者很多公司的cloud的computing 這個例子很好的 即是說其實不是一個physical space 變成是一個哪裏擺都可以的 即是那個東西在你的資料儲存 在新加坡的伺服器也可以 日本也可以 香港也可以 因為它雲端了 就不一定限制地域限制 其實引伸到就是說 其實未來這個趨勢或者你的Vision 會不會代表其實很多 尤其是科技業不為首 其實它真的不需要在一個physical office上班 即是不需要限死在一個地方 即是可能我今天就我的需要 我就去了南區 然後我可能下個月有別的project 又跟別的collaborator一起做 我就去中環 沒錯 其實變成的影響不是很深遠 而且你看到這個trend 這個trend一定會出現 即是剛才你說的 其實是需要一個physical space 但不需要一個固定的physical space 即是不需要固定的 所以其實就是可能剛才你說這個月在南區 下個月在中環 這個已經是沒有那麼dynamic 可能早上早上在南區工作 下午已經在中環工作 因為早上做這個project 我跟某一堆人做 下午我做另一個project 跟某一堆人做 OK 但就不是借別人的地方 是真的我是訂閱了那個地方 對 而且重點將來 其實是個community才是最重要的 是跟什麼人合作做那個project 而我們希望我們the desk做到的東西 就是其實是facility到他們找到對的partner 還有可以有一個好的環境 當然裡面包括那個space 和facility 去令到他們的collaboration做得最好 是 但如果是這樣又怎樣可以 因為你也是有不同的區有的space 讓他們可以漏洞 但怎樣讓他們找到對方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role 是 為什麼我們有我們自己in-house的media team 我們有很多我們的media team 我們去採訪我們的members 我們的neighbor 去認識他們 是一個人 為什麼他們做這盤生意 理想是什麼 背景是什麼 透過online的media 令到大家互相認識 握到awareness engagement 令到將來你要再connect 他們令到找到合作的夥伴 這個是令到事半公佈 其實 即是說你們都用這些content 即是你們做了我們那一行的東西 有一點點 即是做了content 其實content is everywhere 有些軟件 例如slack那些 大家有一個community 是 這樣就可以互相認識到 所以其實真的不需要 我是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才認識到我那個partner 隔離的幾個人 沒錯 其實是應該認識了整個online community的人 以及我們的community manager 要求是很特別的 是怎樣的呢 是怎樣的呢 是我們每天 我們slack裏面有一個group 每天他們是說 他們介紹了什麼 Member 給誰認識 他們之間又有什麼合作 我們接下來 我們可能每個月 我們也有兩個video 是說這些story 即是說究竟 the desk裏面的community 是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他們在這裏做事會這麼開心 是這麼入 是這麼satisfied 是這麼fulfill 這個很多很多 所以其實你是真正在經營一個community 沒錯 其實我們從來 很多人以為我們是做地產的生意 其實我們真的是做community 而我覺得這個才是 我們每一天 整間公司每一個人都很努力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全公司 沒有一個是由Will S.Day背景的人 很多是consultant 很多是education 的背景的人 但是 你這樣說這個 我就覺得是挺新鮮的做法 包括就是保限著一個 即是軟景 以及你的實際就是 其實run your community 但是你跟其他 譬如很大的players 例如WeWork 你知道內地有一些 就是學他叫WeWork 還是 不過最近改了名字 好像是 你跟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其實我自己覺得 可能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的做法 第一件事 我們就真的 就是剛才說 我們很注重community 就是我們看是一個community 不是一個space 就是等於你今天 你去哈佛大學讀書 你不會去說 他裝修漂亮不漂亮 他的library有多少尺 他的classroom 你是覺得這個是 你去進去學習 其實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強調是一個inclusive的community 而這件事 是建立一個community beyond the space 我相信是很多人 都沒有去認真 是這樣想的 其實 不過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的co-work space 越做越好 越做越成功 多謝 可以打贏 代表香港打贏WeWork 多謝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